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第76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中港市道 我们在昨天那一集讲解十二生肖的命运 希望大家都看一看自己的命运 今年来有什么可以加多点努力去做好它 有什么危险性的就尽量避开它 在昨天那一集第764集 最后来就讲解这个洛蝎马丁 原因就是中国的1020 听说飞到台湾的领空上 台湾那边的雷弹是探测不到的 所以台湾应该要提升它自己的武器 如果提升的话就希望可以益到洛蝎马丁的股价 我们香港的股市还未开 不过美国昨天就已经开了 而且做得很漂亮 我又想着这个洛蝎马丁的股价 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升上去 是没有的 反而还跌2元 那我就拥有这一间公司的股票 不过我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它 因为这一间公司我想 我起码要有470元左右 那我就会卖出去 那到时就可以赚到一笔比较可观点的盈利 但是现在就可能要捱一捱价 如果它再跌多点的话 或者再跌深一点的话 那我不排除是会继续增持它 就将那个平均成本价就溝淡一点 那将来就依然可以继续赢多一点 那就只管看看财神会不会再眷恋我 那但是昨天呢 我虽然这个洛蝎马丁的股价没有升 但是我又做了4个transaction 我分别是将这4家公司 Tesla、苹果、Microsoft和Purk Power的股票 都是卖出去的 那所以都算是不错的了 那么农历新年也算是过了一个好的新年 那么,其实财神要找我,我是没办法挡的 那我看过美股收市的情况 就当那种股价价不是更新的 因为子数价价价价价是正所。 我们今天要讲到新题材了 在未讲前,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作为支持我的频道的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也希望你订阅了他 好了,我们农历新年 一声说这么快就过去了 一月份也很快就差不多要完结了 到底我们中港的情况有没有改变过呢? 因为通关了之后,我们也想知道 我们香港的衣食转行方面 到底有没有产生什么变化 或者变化未来之前,什么时候会到? 这一件事我们今天预测一下 所以才可以看到星期四当股市开回的时候 我们香港开过红盘,可以开到多漂亮的嘛 不知大家有没有跟着这个股神巴菲特 买入台积电啦 因为台积电最近的股价是非常神勇的 我真的看着它由六十多元一直升上来 升到现在这个水平已经是很不得了的 不过我相信它还未升远 昨天它就升了大概5%左右 报警是超过95元 但是它的市盈率其实都是只有14.5倍而已 其实就真的非常之低的 有什么理由一只龙头的芯片 猜为什么市盈率只有14.5倍呢? 又不是赚不到钱,是赚大钱的 不过可能来年 它的赚钱能力 人们开始怀疑会不会是低了一点 不过我对这间公司的信心是非常之多的 原因就是有很多大型的公司 包括了这个Apple Tesla这些公司不断地向它买芯片 所以它的芯片只是做不切给它们 所以我们尽管看看它如何能够控制好它的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只要控制得好的话 应该继续有得升 我和我的朋友都是觉得要升穿100元 绝对不是难事 因为有这个股神在这里 如果你们有跟这个股神买了这只股票 手头上如果多股票 多股数的可以趁少少获利 但如果是很少的话,你继续保持它 因为这间公司我相信真的有牌子升 希望我们没有猜错 外围的因素很快 外围的数据出来了之后就会影响到我们香港 甚至会影响中国那边的情况 尤其在欧洲的央行 它也觉得还要大力加幅利息才对 原因是因为它的通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水平 这个目标价他们一定希望达到 如果不达到,只能做的就是不断大幅加息 加了息之后,理论上就会令到欧元强壮了 强壮对中国有没有好处? 理论上都有 因为如果欧元强的话,欧洲人士 就会买入多些中国货 所以中国的出口理论上都可以提升多些 所以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还有,我觉得人民币理论上应该要贬值多些 如果贬值得多的话 其实对中国的GDP或者出口是很有帮助的 出口多了,自然的GDP也会增加了 欧洲那边说完了 美国这边又怎样呢? 听说美国的经济衰退压力就越来越大 早前因为有封城或者疫情的影响 令到很多美国企业聘了很多人回来 现在既然都开放了 或者已经是平复回来 以前聘多了那些 现在看来就可能没什么需要 所以裁员潮就会一波折一波的杀起来 好了,那就令到经济不断向下跌 原因就是因为财得多的话 他们没有收入就不会消费的了 这就是一个前因后果了 好了,这个贝莱德的策略师 他就这样表示 他说如果我们这些普通人 压住在联邦储备局 今年迟一点的时候 可能是下半年 就可能会减少加息的话 有机会可能会失望 换句话来说,今年2023年 可能全年都要加息 只不过整年可能就是加一厘 但是一厘加下去的话 我们这个美国的利息 就已经是去到五厘的了 那么这个五厘绝对不是小事的 可以令到很多的企业 那个利息的负担会多很多的了 那可以看回 其实现在听说这个加息部分 就有机会放轻一点 所以股价就不断地向上升 那你见到Tesla又升得好 这个苹果又升得好 Microsoft又升得好 如果不是,我昨天也不会卖了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看看他们的成交金额 用美元来计算的 很厉害 例如如Tesla 一个晚上成交金额高达283亿 是比香港整个市场的交易额 都要多出很多很多 所以你说,美国股市大不大呢? 大,但是风险都很大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都要小心 我们的香港的农历新年 就现在在过着了 其实我们都想知道市面上好不好 因为这个衣食住行我们都要知道的 比如好像昨天这样,在车工庙 听说人头涌涌,其实今天也是的 不过那些档口就说 不太行 因为管理人流的制度做得不好 入庙的人虽然很多 但是因为有些铁马隔住了 所以那批顾客 就不可以去摊档那里买卖些东西 所以有些档主就说 今年的生意只及往平常那时的四分之一 他说担心连档口的租金都交不起 希望当局就尽快去改善这个安排 如果铁马隔住了 那没有理由那些善信 会擒过铁马走去和你买东西的 所以这个安排应该就要改善一下 当主也这么说 他说是旺丁,不过不旺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似乎暂时都不是特别好的 其中有个当主叫曹先生 他在庙外摆档15年 他形容今年来的生意是历年来最差的 历年来最差 他说仅及平常的四分一 甚至三分一左右 甚至这个疫情也未及这个疫情 疫情那段时间可能仍是好过现在 现在是全面开放 但是生意就不是很多 他也说 哎呀,我不怕那些人过来跟我赶架 最怕那些人连赶架也免得说 直走直过 这就体现到我们香港 其实我们困了太久了 要出来走一走 但是是不是代表肯去消费呢? 那又未必 昨天就是年初二 我经过一个商场 商场里面 其中一个地方有很多金谱 英王珠宝、陆福、周生生、周大福 都在那里 我眨眼看进去 有顾客 不过真的两三只 一点都不多 因为年初二 新年流流也不会特别 有什么其他的喜庆事件 所以金谱开了一张之后 都是一般的生意而已 希望稍后会多些内地客来 但是如果说到食物方面 那又怎样呢? 今年听说在街市买菜的人 就多了 因为衣食住行 开年饭当然要吃了 有些当口或者市民 形容今年的气氛是比去年好的 预留也有几千元去买海鲜吃的 他说有些海鲜当的老板透露 就说在疫情放宽之后 市民外游是多了 购物网也影响他们的生意 所以就是一般的 他说整体生意和去年是没有大分别的 不过如果跟疫情比较的话 还是差了一绝的 今年其实就以宴会和派对是多些的 所以生意眼都是好了 那些人都舍得花钱 因为那些顾客说心情漂亮了 所以消费力自然会提高 另外香港的餐饮联业协会 他们有表示说过 本地的餐饮员在这一月份里面 生意额是超过100亿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受惠了放宽疫情的措施 令到农历年间的屯拜、春鸣 都是相当暢黄的 已经是接近疫情的九成的生意额 如果是吃饭没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 我本身有很多朋友 都很希望出来大家齐哗哗地吃饭 不过以前只控制住8个人 难道你开两围吗? 还有8个人 他们又要隔这样隔那样 搞到大家都不可以很开心地谈 现在就不同了 随着本港的疫情 那个措施不断地放松的话 加上全球开放了旅游 其实会令到很多市民 可能会出去外国玩的 我有些朋友都说 七年来都没有出去玩的了 加上这三年这么难过 所以怎么都可以去泰国玩回来的 这些都会影响本地生意 因为有一批人 他们不留在香港做买买 或者不在香港消费 有些人就说要担心 暂时农历新年都没有看到太大的起象 起象的意思是 未必有太多的内地客 会来到香港 不过估计下半年 再等多些少 运续续那些客人会回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如果客人下来之后 好像以前那么疏爽的话 那就行 问题就是怕他们在守着很多 如果是的话 下来又不消费 那就怎样了 我们香港的衣食住行 要看完就是这个E 这个E就是说人们肯不肯消费 我们香港消费 理论上就是平常心的消费 最重要就是内地的人肯不肯下来消费 听说在大年初二的时候 也有不少的游客来到香港 但是昔日的最受欢迎内地客去的地方 就是尖沙咀的广东道 那里有很多间名店 但是这些名店昨天有没有客人? 有 但是不多 站在门口那些 大概是十个八个人左右 不算特别多 那些人都计划是会 动用大概三至四万 扫这些名牌手袋 跟以前比较就差很远的了 整体来说 他说这些名店的人流方面 就未见是明显增加 只不过是很短的龙 排队进去而已 有些学者就这么说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内地的经济放缩了 不是说个个都赚到钱的嘛 所以下来这些都是有钱 但是消费力都没有以前那么强的了 加上有外围的竞争 例如日本、泰国等等的地方 购物可能比香港便宜的 即使不比香港便宜 但是你想想 泰国和日本好玩的地方 比香港多很多 我们香港的石市森林 有什么地方好玩呢? 根据入境处的调查 就是说这个年三十万和这个年初一 大概出境或者入境的人流 加上第一天可能是十七万 第二天可能是十六万 类似这样的 跟以前比较 就是疫情比较 大概七八十万人的话 其实现在呢 只有很少很少部分 大概23%左右 另外 我们不是有一条香港的高铁吗? 这个高铁呢 原本就希望呢 就转转转转 就把很多内地的客人 转到来 我们香港 跟着就可以到去广东道那里 就是消费了 但是呢 有些旅客呢 她们就表示呢 昨天下来的客人呢 就很少了 她说过往呢 如果是疫情的时候呢 坐高铁下来的时候 是好多人的 真的爆了棒的 但是 现在 大概呢 都是得了两三成人下来 那么 所以高铁呢 分分钟开一架 就蚀一架的 那有些的 内地旅客呢 既然下来香港呢 她们都要掃货的嘛 那有些人买这个 化妆品啦 那有些人买名牌手袋啦 不过他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呢 下来香港 就是希望可以去这个 迪士尼乐园玩 兼且呢 去旺角呢 就看一个气氛呢 会不会好些呢 那 内地人下来的话呢 那自然呢 去广东道道 看一下东西啦 买一下东西啦 那有个明报记者呢 她说她在那里暴了很久了 那看到呢 其实人流呢 就一般的而已 那 这一个整体的 情况呢 就未许乐观 因为没有预期那么好 但是希望呢 再过迟些的话呢 内地的疫情控制得好 或者他们肯放多些人下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香港整体呢 可能下半年会好些呢 那我们即管呢 放长双眼看看咯 买衣啊 食饭啊 这些呢 其实这条数呢 都是很湿碎的而已 那在我们香港来说 当然是以地产为主的啦 那在地产方面呢 今年来呢 都有一些压力的 据说呢 加上之前没卖出去的话呢 现在加上呢 大约有4万3千个单位呢 是排队在今年推出来的 那我们香港呢 要在一年之内 吃光这些4万3千个单位的话呢 似乎就未必可以啦 所以呢 在这个地产市道方面呢 你都不是说不害怕啊 那当然啦 我们香港移民的人也有啦 结婚的人也少啦 嬰儿出生率也低啦 那这些等等的东西呢 都可能对着这个房屋的需求呢 可能会是没有那么热烈的喔 那现在唯一呢 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 内地客方面呢 看会不会有些人觉得 哎呀 香港就是很好的地方 继续下来先这样 那现在呢 今年来看呢 原来在九龙呢 是有很多很多单位的喔 大概有19,800伙左右啦 那这些单位呢 就是在这个 美好的地点 就是九龙地区啦 所以如果今年的市道做得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呢 我们香港地产市道呢 可不可以令到呢 那些地产商的股价呢 就升上去 不过大家呢 真的要拭目以待啦 因为现在买楼呢 都是不算便宜的 兼且我们香港 还是不是令到 内地客 是很喜欢 下来香港买楼呢 这个已经要打个问号先啦 今天呢 无论是在这个报纸上面 或者是在这些电台上面 或者在电视上面呢 都听到一些消息就是 内地那些人 如何去庆祝这个农历新年啦 听说呢 是那个春节的气氛呢 是不错的 尤其在上海啊 唐食啊 外卖呢 都是非常旺的 那就是代表呢 那些人呢 已经是放松了 肯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在电视那里呢 就听回来的 那希望是真的啦 那另外 因为有些市场是比较旺些的 包括了这个家电市场啦 就是可能呢 很多那些什么冷气机啊 雪柜都可能要买过了 那所以呢 就会令到这些这样的地方呢 就会是旺些的 那意思啦 那其实内地呢 就有很多地方呢 都有旅游业都做得挺好的 譬如好像四川啊 或者是湖南这些地方呢 那些人流都非常之好的 好了 那今年的经济呢 如果内地做得好 那我们香港当然就可以不用怕啦 但是内地呢 都已经困了三年了嘛 那你都要给一些时间 它慢慢恢复呢 才可以做到事情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尤其是我啊 暂时呢 都是放在这个美股身上 会好些啦 那如果今晚 这个苹果继续有得升的话呢 那无论 是我再将余下的股数卖出去的话 或者是它再跌下来 我再买入的话呢 其实一部新的iPhone14呢 我已经拿到手了 所以呢 我已经是非常之放心的了 那另一家公司 我还有一些股份在手上的话呢 我要慢慢出货 这一家呢 就是Tesla了 那昨天呢 我就是139个半呢 就卖了出去 但是估不到它收市的时候呢 是升到上去143元的 那今晚呢 我就希望胆粗粗 如果有超过150元的话呢 那我也在卖一些的了 那如果卖得出的话呢 那我Tesla呢 就应该呢 已经是不用怎么亏了 那还有其余的股份呢 慢慢卖 那到时呢 赚得多少就赚多少了 那我都跟大家说多一句啦 如果财神爷是不想你走的 是一定要找你的话呢 那当然最开心啦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新年里面呢 都可以发一个大财 那在这里呢 多谢各位呢 花时间看我这条片啦 多谢各位 最近的疫情呢 也都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啦 那所以今天呢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着两者医药股的 一只就是辉瑞啦 一只就是莫德纳 那辉瑞呢 那辉瑞呢 是一间八年老字号啦 而莫德纳呢 就是一间新进的药剂公司来的 不过呢 这两家公司都是靠着这一两年来 所研发出来的疫苗呢 就赚到盘满盘满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进来这一条link 看看这一个故事 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可以有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 那希望你们呢 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如果见到前后左右附近 有些广告的话呢 麻烦你帮我按一按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